我們繼續來看 是為了要來幫檔姐的信心告用意 對沒有醫療專車的費用 為何是一個報紙 還需要來基盤的讓愛分享的疑惑劃動 其中演出電影較濃 上當的紅的演員曹祐寧 他所觀察疑惑的簽名球 由原本的12顆 增加到21顆 加上報紙市長王如京的婦人蘇益晶 他也來觀察維祖節報 和其他當中的物品疑惑劑 全報全球沒有10.52萬 讓信心告用意 兩代醫療專車不足的差額全報告為 主辦黨委員本期準備 11顆電影較濃 感謝衛德勝得演馬志祥的簽名球 每一顆二賣一萬塊 我學到有很多企業家 餐廳的老闆和退休的校長 分分加碼 最後總共賣21顆 只簽名球就沒有接21萬塊 在佛祖市長王如京的婦人 蘇益晶 他也觀察 一百個體所創造的位置來議賣 所有議賣的金額 總共沒有接50萬元 很高興今天來參加這場非常有意義的公益活動 那這場活動當中呢 我也提供了我自己最喜歡的一幅油畫小品 那感謝強力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林明顯董事長的愛心認購 那希望今天能夠順利的為聖興教養院 募集到他們所需要的醫療急救車 也希望他們今天的活動呢 能夠圓滿成功 聖興教養院在今年度 因為我們急救無障礙醫療急救專車的需要 所以我們在今年度 特別發起的募款的一個計畫 那在這一連串募款的一個計畫中 因為上次跟我們跟佳麗麗 醫院藝術館的裝飾專員在採收 我們還欠八十幾萬 那跟院長知道之後 就特別為了我們發起今天這場 風浴的義賣活動 那在今天現場非常的溫馨感人 先想高雄宜醫院藝衆吳冰華表示 高雄宜沒有很受容的醫生有120多人 全部都是重度占重價 但是前醫區只有一台 差零17年醫療政策 很多醫生在補免身體不舒服 一方除了環熱上一過程 車很有可能在補免調車 也有心醫療政策 沒有辦法使用會影響到醫生救護的時侯 所以才會在各界的協助之下 來欺負這場的義賣活動 以滿心的感謝和感動 細心新聞 中代行 破租旗 彩虹伯兜 好嗎 到前面 準備好嗎 谢谢大家